43歲時後 唐詩詠 曾經承認最初加入無線時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 覺得水土不服 但他離巢後絕對是脫胎換骨 身價有針無減 有傳他越住越豪 由清水灣搬到越租6萬元 過千尺兼坐擁無敵大海景的北角豪宅 他更成功攀上雙樓 身邊人非富則貴 最近他跟劉聯雄的太太甘比陳海運學勾籍 又跟陳寧妮梁樂絲犯罪變閨密 最近有跟周潤發學跑步 發覺更當眾為他鬆骨和拉筋 非常厲害 58歲天王郭富城和芳門一家四口都很幸福 郭富城早前仲陪老婆去到倫敦逛街 芳門也買了不少童裝衣服 難道有好消息宣佈 日前芳門在社交平台宣佈了一個喜訊 指他們家最近有新的成員加入 原來芳門最近收養了一隻被棄養的貓 其實芳門和郭富城在結婚前也曾經養過狗 但芳門當時說外犬皮皮跑走了 找了整個餡都找不回 時隔當年有網民問起芳門有關皮皮近況時 他亦有回覆網民指最後都是找不回皮皮 當時有不少網民都安慰芳門 提提大家香港01號食玩飛頻道 有很多深圳酒店住宿介紹 最重要是有trip.com的獨家優惠碼 無論是訂深圳還是日本酒店 都可以省5% 連結放在資訊欄精打細算的你 別錯過了 無線經典劇集《毛頭東宮》 由陳妙英向海南主演 但陳妙英在2001年就已離巢 轉了行做生意 近日她特地現身 支持向海南有份演出的音樂劇 52歲的陳妙英 每次出現都好像逆齡生長一樣 完全沒有歲月的痕跡 反而小兩歲的向海南 就經常被人說被陳妙英給下去 但她倆抱緊拍照 外界的批評都影響不到她們的感情 陳妙英轉戰商界之後 成立健康國際有限公司 和化妝美容學校 盛傳身家已過億 絕對是人生勝利組 62歲的關之林 近年不時都會在社交平台分享生活 最近她就分享集在家的一天 被指身家超過5億的關之林 一天換了6套衣服 被網民說她好離地 問她一天要洗幾機衣服 關之林先穿了橙色T恤 咖啡色牛仔褲 打開窗簾 再換上白色T恤 為自己煮早餐 之後再換粉色的襯衫在看書 第四套就換一套休閒些的衣服去放狗 再換貼身褲和白色T恤去跑跑步機 最後關之林再換上花衣服去插花 而關之林現在住在價值1.5億的 3千呎豪宅 家裡是半山地段 真的很富貴 林家欣這天以大使身份 出席慈善團體的頒獎典禮 她接受我們訪問時就說到 最近和兩個女兒去了戲院 看她和遠景天主演的電影 整個戲院應該都知道我在這裡 因為為什麼呢 我一出場 我的女兒就說 媽咪 那個是不是你啊 嘩 接著她說 嘩 那個男人 反應很大 很大聲 他們覺得自己很小聲 但是我覺得很大聲 所以我說 喂 我們早一點點 快點走 哈哈 很尷尬 但是他們有提座的 沒有 我有跟他們分享 我是一個演員 那是一個虛的世界 她和遠景天在戲裡面有藏氣 怕不怕女女看到的 其實在劇本上沒有寫藏氣的動作 它純粹是講一個內心的情感的世界 一個心情 但是拍攝的時候才要量度 但是沒有 其實他們看完 他們都知道 媽咪是一個演員 那就是這樣 但是以前 會不會有關心呢 那些女未大 當然小的時候 就不會了 沒有可能給她看 但是現在因為十四歲 其實你網上也看到了 我意思是說 有時候都是透過我的作品 讓他們知道 其實媽咪在做什麼 我覺得都好 讓他們知道 和他們分享 早前在奧運裡擔任奧運之星的TVB小生孔德賢 除了運動強勁之外 原來她考車牌也很厲害 在最近一年裡 她考了多個不同類型的車牌 包括私家車 輕型貨車 電單車 私家小巴 公共小巴 的士 私家巴士 公共巴士 中型貨車 重型貨車 以及機動三輪車 孔德賢在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就說 自己還考20號牌 即是平時在貨櫃碼頭見到 牽著貨櫃的車 至於被問到 覺得考哪個車牌最難呢 她就說是重型貨車 而她覺得最有趣的就是 的士牌 她說當時溫路線提的時候 真是幾日不眠不休 通頂地溫 而同時間她還要拍劇 所以她覺得都挺難忘和有趣 63歲的周華健 唱過多首很出名的金曲 雖然她都已經登陸 但都繼續走浮登台 近日 她在東京開演唱會 就有大批歌迷捧場 還拍片去到小熊書分享 網民說 周華健身材發福 除了臉圓圓之外 大肚腩多次頂到咪架 幸好她還是中氣十足 好精神 歌迷都不斷歡呼鼓掌 從十多年天王殺手的風采 網民看到片之後 都說 雖然周華健發福了 但還是漂亮聲王 92歲的劉兆銘 日前現身 香港文化藝術界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七十五周年酒會 近日見她狀態也不錯 她穿著西裝現身 雖然要倚靠輪椅代步 合照期間也要撐著拐掌 但看上去她的精神氣息也不錯 看來身體也挺健康的 她除了在演藝圈地位重要之外 也是一位出名的愛妻號 自從太太離世之後 劉兆銘受訪都說 就好像斷線風針一樣 找不到方向 還失去了工作動力 近日莊穩情出席旺角鬧市 徹底鬼屋 怨靈禁地的時候 小不免被問到 現階段她和老公離婚的情況 究竟是怎樣的呢 其實這個是進入了司法程序 那就要去法庭 這個是將來會進行的事 還有我又不可以說太多 有啊 因為都要見囝囝的嗎 有啊 因為都要見囝囝的 都是溝通在囝囝那裡 都是溝通在囝囝那裡 主力都是關於囝囝的溝通 那當然又不開心啦 因為其實當時我都是很傷心的那個BB 那我都是公開 因為我其實聽到醫生的電話的時候 就剛剛好像三個月 那三個月是可以公開的 那但是醫生的電話是驗血的 那我就希望那個是假陽性的 就是那個是假陽性 那我就希望放出來IG集氣 那我的心是這樣想 就是集氣啦 希望我女兒沒事啦 然後我要再多兩個月 五個月 我才會抽羊胎水去驗 其實我是一個媽媽 都真的覺得很不開心 就是提起都真的很不開心 那現在有沒有遭囝囝 沒有啊 可能我太麻煩了 那你是不是很麻煩啊 不癢啊 現在的心機都放在我兒子裡 因為我現在都這麼多私事要處理 又家事要處理 還有我一個這麼小的小朋友要照顧 那我想我又不是小呢 年紀 那我想要看得上我的 他應該都很大放啦